跨年到底什么时候停办 用什么标准 市府现在定调了没有 定调了 定调了什么 就是这样啦 15个确诊个案吗 15个确诊个案就停办吗 15个确诊个案是要本土的 台北市政府日前公布 停办跨年晚会标准 不过确诊案例标准 前后说法不一 遭外界质疑政策转弯 对此台北市长柯文哲 23日副市议会进行专案报告时表示 官传局原先提出的数字 是之前尚未进入防疫小组 讨论的草案 这是执政团队的错 你自己也在讲15个确诊 你也没有讲说不包含境外的 我没有注意到啦 但是这个没有 这种事情你可以说 我没有注意到就算了吗 没有我懂啦 这个我都知道了 你都知道 那你怎么议员这种状况发生 27号防疫小组会议还要开 还要讨论吗 没有这是意外 这是意外 面对议员的质疑 平平换夹 柯文哲表示 其他国家没有防疫旅馆措施 所以不管境内境外都合并计算 但台湾要扣掉防疫旅馆居家检疫 如果本土有15个确诊 表示疫情已经传开 这种情况就会停办 自无力怎么来的 这个 这个议员我回答一下 因为我们在8月份就定好 未来疫情再来的时候 我们从我们的医院的能量 第二个我们可以承受的范围 所以从联一取大成我们定出了这个标准 那这个15例是台北市的本土15例 台北市本土新增每周 柯文哲说 这个数字是按照日本东京感染情况算出来的 除非边境防疫出现破口 按照目前状况 跨年晚会应该还是会举办 新唐人也来电视连交往黄立峰 台湾台北报道